嗨,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基础稳固吗? 让我们来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到27节 他这样的说,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人 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林,水冲,风吹,摇汗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 因为建计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林,水冲,风吹,摇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厉害 哈利法塔在2010年前就被称为迪拜塔 就是亚拉伯联合油掌国迪拜,就是Dubai的摩天大楼 那在2009年呢,他旷建以来,哈利法塔,他的总高度呢,为829.8米 而他有163层楼高,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那每一个建筑师呢,他们非常的懂,这个建筑物是必须要有稳固根基的重要性 哈利法塔这种高种结构的稳固呢,他的秘诀是在于他的地底下 在开始建造,他之前呢,这些工人呢,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交住庞大的地基,他其种重量呢,为6万立方码 而重呢,达10万吨以上的混凝土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坚实的基础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留意 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打下怎么样的基础 就在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日子里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 耶稣他渴望我们跟随他的人经历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他渴望我们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 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第7章 他说我们要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要我们随意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 在磐石上,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是呢,他说我们是如何的建立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磐石上 就是耶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不只是要听耶稣所分布的信息 我们不只是要熟悉这个信息而已 而是每一日将他使用而运用在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方面的关系和处境里 就在这个疫情的严峻当下 遇到经济的不景气 生命,生意也遇到了一落千丈 正在经历一些病情 一些煎熬的病情 或者面对一些棘手的一些关系上的问题 我们也许不能够有任何的活动 不能够回学校去上课 而只能够待在家上网课 生活上面对许多限制等等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否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将耶稣所分布我们的这一番话活出来 活在一个根基是稳固的基础上呢 第二,耶稣要我们经历的 就是在暴风中有力量 耶稣他的门徒是难免会经历风暴的 不是会不会临到 很多时候是他几时临到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有两个人 两栋房子 一个风暴 而一个房子呢 他非常的坚固 另外一个呢 他却彻底的被烧除掉 到底他的区别在哪里呢 一个人 他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寻求跟随并顺从耶稣基督 就像我们锻炼我们的肌肉一般 就像建筑工人日复一日的将这个砖铺上砖 一天一天的把他给踏上一样 当这样的个行动来到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将会发展如盘石般的力量 当危机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依然能够稳固的站立 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在危机当中得胜 因此呢 内在的力量是要常常的建立 才会得到稳固的 在我的结论 今天我们如何在风暴中 是不被打垮的呢 尝试在我们所面对的风暴里面 向耶稣基督承认 我们需要他的力量去坚持下去 让我们能够一起的经历到得胜 愿神赐布你们满满